过去一年许多人都经历了很多困难 但是也有很多暖心的时刻 都值得我们用各种方式来记录下来 是的 今天的诗诚画艺要带您去认识 两位本地艺术家 看他们怎么用自己的方式 将一丝夕阳或一抹月光 塑造成一件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我们处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 进行着年月的持久战役 每一个挫折的念头 不断敲击着抽搐的脑神经元 雕塑家杨子强去年在阻断措施期间 受邀写下的文章 孤狼与荒城之境 里头的这段话 相信也是很多人过去一年的心情写照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想单纯地进行人体的一种塑造的创作 在一个很有趣的晚上 然后两者之间 忽然间起了某种交接 就是说我发觉 如果我把完成的四件作品组合起来 它似乎能够回应我文章里所想书写的那个意境 在这件作品里头有四只人角 然后两只在前两只在后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组合里头 它似乎就化成了一个狼形的人物 同时也表现出那个人与人之间的一米的距离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间接地带出一种孤独的感觉 在疫情下 人和人的社交方式大大改变 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孤独感 然而再回头看自己十年前构思的作品 Summer Dream 夏天的梦 将往昔人头攒动的夏日海滩 用看似冰冷的不锈钢展现 杨子强似乎又对这件作品有了新的想法 也就是说这不锈钢的材质 就算丢进水里 五十年一百年它也不会腐朽 所以它会是永恒性的像Time Capsule 而这次会觉得这个很切题 是因为尤其是看到在国外欧洲 大家都在争执着夏天 能不能到海滩去游泳的这件事情 在COVID的这种状态底下 反而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 在这个雨境下 非常的适合把它重组 然后赋予它新的一个想法 同样是海滩的土黄色 覆盖天和海的蔚蓝 还有夕阳反射出的波光灵灵 对于本地年轻陶艺家 杜丽希来说这些都是她的创作灵感 我的作品的颜色来自于大自然 就是日出日落的那些黄 红 蓝 那个作品的名字叫Omiyagi 它里面有80件小小的超吃灌浆的作品 就是它的颜色排列出来是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不同的颜色的建成的搭配 然后排列出来的话 其实是代表就是一种 每一件80几件的话 就代表我在国外的每一个月 因为Omiyagi是在日本文化是一种 你出国然后带回一个Sovina的概念 被关在家防疫的难熬日子 却让杜丽希在这段时间 用陶艺记录下在国外时 那些走过看过的风景 不断钻研陶艺技法 让手法更纯熟后 她也希望能在新系列作品中 融入属于新加坡的大自然颜色 我们在玩磁浆跟色浆 我们把色粉放进磁土里面的时候 它变成一种比较有趣 然后比较好玩的技法 然后我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去继续发展研发这个技法 成为属于我自己的一种技法 就是灌浆的时候 我会边调颜色 边旋转那个石膏膜 所以它磁浆在石膏上干的时候 会产现出一层一层很细腻的线条 然后我想把这些细节表达出来 然后希望看这作品的人的时候 也可以就是放慢脚步 然后就是看那些小细节 风云变换的城市中 许多已逝去的事物无法被保留 但艺术家们却希望能用自己的作品 将转瞬即逝的景色凝固成永恒 2007年的时候 我在国家博物馆进行了 一件大型的现地装置作品 叫《无数之日》 基本上整个概念就是把国家博物馆的 那个圆拱顶 就是那个rotunda 给溶解掉 就留下一滩水 就借着这样同样的一个思路 我把这件作品带进 那个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 creative box里头 我想留下昨晚的月色 也就是说那个创作只存在于那个空间 它无法再把它重新套用在别的空间 其实就有点像日本常说的一期一会 过了就没了 艺术品占据的是一个空间 而创作的历程丰富了创作者的人生 这些经验是养分 是反馈 教会我们细节生活中的好事 坏事 你会可能会遇到很多失败的作品 当我们在坐套车的时候 就慢慢习惯这失败的感觉 反而会觉得说 OK 这是一个动力 让我们继续想出 怎么从另外一个方法去做同一个东西 我发觉在新加坡的艺术创作里头 人体塑造或者泥塑这件事情 正慢慢地在消失 然后如何重新地再介绍泥塑的这件事情 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 就像我之前讲的 就像孤狼 当大家都在做 大家都习惯很容易去进行的事情 或者说很容易被认可 被接受的事情 那我就希望成为那一只孤狼 今天的失诚有约就播到这儿 欢迎浏览巴世界新闻网 以及失诚时事的Facebook页面 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